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当前中国经济背景下 地方政府对企业补缴税款的要求正越演越烈 这些税款追溯最早甚至可达20世纪90年代 凸显出地方政府对资金的迫切需求 在经济复苏不平衡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 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多家上市公司在近几个月内向交易所提交了文件 表明已收到政府要求补缴数千万元人民币的税款 并警告投资者这可能会对公司收益造成影响 这些企业包括知名公司如维维股份 华林证券、博会、藏格矿业和北大医药等 其中维维股份的情况尤为引人注目 根据央网网的报道 维维股份在6月13日发布公告 表示其原控股子公司湖北之江九业 因为未按规定的申报期限对1994年1月1日至2009年10月31日的消费税进行纳税申报 被相关部门要求补缴税款于8500万元人民币 这一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了市场广泛关注 税务倒查30年的声音也随之而起 然而 据上海证券报 早前的报道 湖北以昌当地的有关部门表示 并不存在倒查30年的情形 此次对之江九业下发 税务事项通知书 是因为审计部门发现该公司前期有税款欠缴 税务部门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追缴 这些解释未能平息市场和公众的忧虑 但确实提供了一个关于税务追缴的法律和程序背景 相关公告发出后引发热议 网民们大致分成两派 一派支持税务部门查税 就这么干 倒查50年我都支持 这体现了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缴税是所有公民应尽的义务 早就应该这样了 为这样的举动点赞 另一派网友则认为这是国家没钱了 所以倒追30年查税 杀鸡取弹之术不可用 得了短期利益 后患无穷 得倒查一两年可以理解 倒查30年恐怕要有一大半企业要倒闭 届时会有更多人失业 有网民则认为应对该公司未申报期间的税务部门就责 追查偷税漏税原本是职责所在无可厚非 但是税务部门的工作独职又该如何追责 只能追查你们 相关部门代表政府 不允许追责 要追都得追 企业和税务部门的责门都应该追究 除了微微股份 宁波博会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被要求补缴5亿元税款 导致经营资金困难 甚至宣布停产 公司表示 补缴税款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 消息一出 博会股份的股价大跌近20% 另外 央广网指出 其他一些公司如藏格矿业也面临类似情况 藏格矿业的补税金额高达4.8亿元人民币 这一数字震撼了市场 这些公司的补税原因多样 包括政策变化 扫计税 未按规定申报 关联交易价格偏低 对税收政策理解有偏差等 各大企业纷纷发布公告 表示需要补缴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税款 市场上一片哀鸿遍野 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的增收压力空前巨大 经济增长放缓和楼市低迷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减 使其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彭博社指出 这些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居高不下 进一步提高杠杆率的能力极其有限 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 澳新银行资深中国策略师刑赵鹏表示 地方政府要求企业补缴税款可能是因为其财政困窘 他强调 地方政府通常会在季度末之前向政府项目承包商付款 因此他们需要一些资金以在那个时间付款 这些支付需求迫使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寻找各种可能的收入来源 包括追缴历史税款 这一系列的事件揭示出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和财政挑战中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 地方政府需要维持其运营和公共服务 另一方面 企业也在面临经济放缓和市场不确定性的压力 这些追溯性的税务要求 虽然在法律和程序上有其依据 却引发了市场对于政策稳定性和商业环境的担忧 据《经济日报》报道 一些企业对这些补税要求表示无奈和不满 他们认为 这些税务追缴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财务压力 还可能打击投资者信心 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市场表现和未来发展 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说 巨额的补税要求可能更是致命打击 甚至可能导致其倒闭 旅居美国的原上海企业家胡利润对这一现象表示担忧 他认为所谓的倒查30年 不过是中共的一个借口 许多偷税漏税行为甚至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 中共的真正目的是要企业上交所有资产 抢夺他们的全部财产 前北京御师 明镇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认为 中共目前面临极端的财政困难和经济萎缩 各地税收难以征缴 税机不断萎缩 导致政府营运艰难 为了填补财政亏空 当局只能大幅增加罚末收入 这种方式像是拦路抢劫 采取的非法手段 其根本动机是迫使企业最终上交所有资产 中共的这一波税务倒查风潮让企业们心惊赶颤 市场上关于倒查30年的说法引发了广泛关注 湖北宜昌当地有关部门表示 税务部门是按照城市正常追缴 不存在倒查30年的情况 尽管如此企业们仍然感到压力山大 担心自己的未来命运 微微股份的这一事件让整个食品医药板块都受到了影响 市场上弥漫着不安的气息 许多企业纷纷表示经营资金困难 甚至不得不采取停产 裁员等措施来维持日常经营活动 这种情况下 企业们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旅居美国的胡立润表示 如果当局继续以茶税为名 采取这种巧取豪夺的方式 实际是在逼迫企业走向破产 中小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将深受其害 可能因此倒闭 中共的这一波税务 倒查风潮犹如一场经济风暴 企业们如同处在风口浪尖 未来的路充满了坎坷和挑战 尽管如此 地方政府似乎别无选择 中信证券分析师王兴表示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 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极大 特别是在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需要寻找其他收入来源 以维持其运营和公共支出 这些税务追缴行动 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引发市场波动 但从长期来看 可能有助于地方政府的财政稳定 综合以上所述 中国地方政府要求企业补缴税款的现象 不仅反映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和财政压力下的困境 也揭示了企业在面对政策变化和市场不确定性时的挑战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 将对中国经济和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这一系列的事件揭示出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和财政挑战中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 地方政府需要维持其运营和公共服务 另一方面 企业也在面临经济放缓和市场不确定性的压力 这些追溯性的税务要求 虽然在法律和程序上有其依据 却引发了市场对于政策稳定性和商业环境的担忧 据《经济日报》报道 一些企业对这些补税要求表示无奈和不满 他们认为 这些税务追缴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财务压力 还可能打击投资者信心 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市场表现和未来发展 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说 巨额的补税要求可能更是致命打击 甚至可能导致其倒闭 旅居美国的原上海企业家 胡立任对这一现象表示担忧 他认为所谓的倒查30年 不过是中共的一个借口 许多偷税漏税行为 甚至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 中共的真正目的是要企业上交所有资产 抢夺他们的全部财产 前北京律师 明镇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认为 中共目前面临极端的财政困难和经济萎缩 各地税收难以征缴 税机不断萎缩 导致政府营运艰难 为了填补财政亏空 当局只能大幅增加罚末收入 这种方式像是拦路抢劫 采取的非法手段 其根本动机是迫使企业最终上交所有资产 中共的这一波税务 倒查风潮让企业们心惊胆颤 市场上关于倒查30年的说法 引发了广泛关注 湖北仪昌当地有关部门表示 税务部门是按照城市正常追缴 不存在倒查30年的情况 尽管如此 企业们仍然感到压力山大 担心自己的未来命运 微微股份的这一事件让整个食品 医药板块都受到了影响 市场上弥漫着不安的气息 许多企业纷纷表示经营资金困难 甚至不得不采取停产 裁员等措施来维持日常经营活动 这种情况下 企业们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旅居美国的胡利润表示 如果当局继续以茶税为名 采取这种巧取豪夺的方式 实际是在逼迫企业走向破产 中小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将深受其害 可能因此倒闭 中共的这一波税务 倒查风潮犹如一场经济风暴 企业们如同处在风口浪尖 未来的路充满了坎坷和挑战 尽管如此 地方政府似乎别无选择 中信证券分析师王兴表示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 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极大 特别是在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需要寻找其他收入来源 以维持其运营和公共支出 这些税务追缴行动 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引发市场波动 但从长期来看 可能有助于地方政府的财政稳定 综合以上所述 中国地方政府要求企业补缴税款的现象 不仅反映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和财政压力下的困境 也揭示了企业在面对政策变化和市场不确定性时的挑战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 将对中国经济和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中国经济自2024年以来表现不如预期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4月宣布将在7月召开三中全会一度给外界带来希望 不过 随着会议日期的逼近 外界对三中全会的期待却渐渐转位观望 甚至不抱希望 究竟习近平的领导班子能不能推出旧经济的政策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多年来唱好中国经济的前摩根市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继宣判 香港玩完之后 6月13日再度刊文表示 北京和香港两座城市失去原有的热情和原本那种 做就能成的活力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消极 年轻一代对于未来更是濒临绝望 他认为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这现象令人忧心 罗奇在其博客写道 一大群中国企业家上周和他会面时 以致抱怨北京当局不够重视私营部门 他们预料下个月备受瞩目的三中全会 国家施政重心仍将放在国有企业 以及习近平强调的新职生产力 这些中国民营企业家和罗奇一样 都对2013年习近平第一次主持第18届三中全会 提出的一系列改革记忆有新 这些改革计划最后未被执行 经过数个月的延迟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底宣布 原本应在2023年秋天举行的 20届三中全会将在今年7月召开 主题是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并审议 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高品质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消息宣布后 一度给外界带来希望 不过这个希望渐渐转位观望或失望 瑞银集团前首席经济学家马格努斯认为 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在于 发展模式停滞不前 始终仰赖地方政府提供贷款支持基建 试图稳定住房市场等供给面的刺激 他认为 中国需要提高家庭收入和消费 以及改革户口 税收制度和地方政府融资 并扩大从国家转移财富到私营部门 然而习近平不会这么做 他解决中国系统性增长放缓的办法是新值生产力 及对特定企业和部门进行投资 大规模融资和援助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爱肯商学院讲习教授谢田 也悲观地指出 本次三中全会可能还是老调重谈 他说 中国政府想借锂电池 光伏产业和电动车等新值生产力让老百姓有工作做 但此政策 刚刚出来就遭遇欧美强烈抵制 所以带动经济的成效还是有很大问号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研究员 黄天磊说明表示 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几乎把所有对中国经济最关键的改革领域都提到了 理想是很丰满的 比如财税 农村农业成乡一体化和户口等 此外 该次会议还把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角色从发挥基础性作用 扩大改成决定性作用 但政府资源最终都流向了扶持国企 根据黄天磊和其团队的计算 在中国扶持国企措施 再加上新冠清零政策影响之下 中国非金融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占国家GDP的比例 却从2013年的166%剧烈提升至当前的282% 黄天磊认为 中国经济奇迹其实是民营企业崛起造就的 国有企业不仅不是增长来源 盈利能力还越来越差 尽管北京当局也对如何提振当前民营企业家信心低落十分头疼 甚至计划出台 民营经济促进法 但法案效果可能有限 因为关键还得塑造国企与民企皆能公平竞争的环境 不过 黄天磊近来也观察到 中国当局似乎在近几个月逐渐意识到过于重视新职生产力的问题 也就是通过产业政策培植本土创新 而忽略掉居民就业 收入是否稳定才能激发消费欲望的问题 比较明显的迹象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4次会议时 习近平提到促进高品质充分就业的新使命 此外 五月底习近平在山东济南与企业专家座谈时 还邀请到著名的市场派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琦仁 黄天磊说 最近来华盛顿访问的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似乎也是这么觉得 就是说7月份的三中全会可能会出台一些和居民端就业有关的政策 乌克兰和屏风会落幕了 92个国家 8个国际组织 甚至包括平时不怎么愿意露面的国家 比如南非 巴西和沙特阿拉伯都来了 搞得像联合国的迷你版本 峰会最后那张全家福简直是一场国际外交的视觉盛宴 仿佛全球的和平力量都凝聚在这一刻 美国之音报道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来巴对记者们表示 这次峰会的公报是平衡的 没有讨论其他的和平计划 只考虑了乌克兰的立场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阿列克谢耶夫表示 这次峰会让全球领导人认识到 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关键不是问乌克兰能为和平做些什么 而是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阻止普京 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巴耶夫也觉得这次峰会相当有成就 全家福照可能比任何公报文本更重要 毕竟 一百多个国家和组织齐聚一堂 光是这种场面就足以让普京感到些许含义 然而 虽然这次峰会看起来像是一场国际外交的大脸欢 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美好 尽管有八十个国家在最后公报中呼吁不以武力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 但公报并没有直接谴责俄罗斯 也没有提到要俄罗斯撤军 更没有呼吁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 即便如此 一些重要的全球南方国家代表 也没有在这份看似温和的文件上签字 比如印度 南非 巴西 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等 美国总统拜登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缺席 更让峰会显得有些不足 好像开个重要的家庭会议 家长们都没来 小朋友们再怎么讨论也是白搭 对此 夏威夷太平洋论坛的文英分析 泽连斯基的《十点和平计划》 在公报中被大幅削减 只讨论了三项内容 搞得像是个缩水版的和平套餐 彭博新闻社也报道说 西方国家曾在利亚德召集了一次私人会议 希望争取对乌克兰《十点和平计划》的支持 但多数受邀者拒绝出席 乌克兰奥德萨国立大学的杜伯维克教授直言不讳的指出 唯一能改变战争局势的是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包括武器和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的缺席让这次峰会显得像是缺了一个重要配角的大片 德国之声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峰会上暗示 中国在俄罗斯的压力下决定不来 他直接说道 很明显 中国不在这里 他推测因为普京要求他们不要来 汉普郡学院教授克雷尔则称这次峰会 喜忧参办 积极的一面是众多国家与会 显示了对乌克兰的支援 而消极的一面是中国没有出席 他认为中国错失了作为和平缔造者的机会 泽连斯基在瑞士的记者会上似乎对中国提出和平建议持开放态度 他说他相信中国可以帮助乌克兰 然而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杜伯维克则认为 中国试图破坏峰会 劝阻一些人来参会 他直言不会地说 他们的计划是将和平计划强加给乌克兰 这基本上是俄罗斯隐秘的愿望清单 几天前 俄罗斯提出自己的和平条件 乌克兰正式签署条约承克里米亚及东部被占领土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峰会的绝大多数国家当然反对这个条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是表示 这次会议是迈向和平的第一步 闭幕声明向所有尊重 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开放签署 塔斯社报导称 中国宣布不参加峰会 泽连斯基公开指责中国配合俄罗斯破坏和平峰会 他认为这说明中国实质上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战争 中国外交部则反驳了这一指控 东亚问题专家布蒂斯卡在接受德意志电台采访时表示 中国官方不断强调自己的中立地位 排除过乌克兰问题特使理会进行过斡旋 因此中国参加瑞士和平峰会本应是符合逻辑的举动 但他认为中国宣布不参加峰会的原因并非其所称的俄罗斯没有受邀 而是没有兴趣参会 旅居德国的俄裔中国问题专家契加达耶夫则认为 北京的举措只不过是在贯彻自身国家利益 因为参加瑞士和平峰会并不会让西方减轻对中国的压力 他打了个比方 这场战争对中国有好处遭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不得不减价向中国出口能源 中国汽车 手机等商品也能主宰俄罗斯市场 反观乌克兰 乌克兰提出的俄罗斯撤出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在内的一切占据领土 知和平构想 中国方面不久前提出的和平计划则建议冻结当前战线 基辅方面对此强烈反对 柏林的智库 卡内基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的学者乌马罗夫在接受德广联采访时指出 北京并没有真的指望自己提出的和平计划能够实现和平 而是借此强调自身中立 且想要在和平进程中扮演角色 几天前中国外交部透露正在筹备另一场和平会议 并称已经获得了数十个国家的支持 看来中国的和平全家福计划还在继续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跟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明镜新闻台